我们在性格培养当中 可以智慧的来做一些事情 你带他看玩具实际上是有目的的 比如这个玩具 并不是说多那什么复杂 也不是很贵 你让他看看哪怕50块钱 100块钱 你看 问问营业员怎么个用法 然后给孩子演示一下 孩子其实早就想得到了 他心想不要演示了 快给我吧 但是你却最后决定的时候 问那售货员说多少钱 其实你早就看到钱了 但你一定要问 为什么 让他们说出这个钱 他们会告诉你说50块钱 120块钱 然后你念给他 你说120块钱 那孩子瞪大眼睛看着你心想 你不是给我买吗 你还跟我说这干嘛 他肯定心里这个话了 然后你告诉他 你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吗 他开始摇摇脑 他肯定不懂了 然后你告诉他 爸爸妈妈为什么要每天去上班 就是去挣钱 我们上30天班才开一次工资 拿多少多少钱 这个钱回来 我告诉你 咱们家要吃饭 要点灯 要烧火 要交你的托儿费 爸爸妈妈还要干什么 然后还买衣服 对吧 所以我们这些钱呢 可不是说能买玩具 马上就买玩具的 要买玩具的话呢 就相当于咱们一个星期的菜钱了 也就是说120块钱 我每天的这个菜和肉就没了 问题是 这一星期得吃饭吧 不能现在把钱都花掉吧 现在不能买 要买的话呢 就得这样 我们上班 我再多加点班 我挽回了一会儿 我加点班 然后呢 一天能加20块钱的话 我五天 一百块钱 咱们再省点什么什么钱 下星期可以买这个 但是现在不能 什么意思呢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第一 让孩子知道 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白来的 是需要付出努力的 是爸妈先要付出辛苦 才能得到钱的 钱才能换来这个东西 第二 一个东西确实很好 但是呢 马上得到 不行 因为他没在我的计划之内 所以我们要等一等 那么这等一等呢 给他留一个星期 实际上告诉孩子 这东西很好 我也很喜欢 我也想给你买 但是我现在没钱 我得攒钱 攒完了以后 下周来买 延迟满足 延迟满足还有什么效果呢 让孩子心里惦记着 期待着 这个惦记和期待 就给了你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 那就给了你一个除情感之外的 控制他的理由 这就是教育的智慧 怎么来控制呢 回家以后你就说了 哎 我要去上班挣钱 我很辛苦 你得在家里帮我做点事 你帮我把鞋拿过来 来来来 帮我把那个地 拿条件给扫扫干净 哎 然后我这做饭呢 你帮我递个什么勺之类的啊 要如果你要是让我省心呢 你就在那坐一会儿 别闹我 然后我把这事赶快干完 你呢 干点什么呢 你给我画一幅画吧 每天上午要画一幅画 下午呢 要写几个字 哎 你开始布置任务了 对吧 然后任务布置完以后 没给你完成 你回来告诉他 你看 我要上班不完成任务 老板是不给我钱的 你现在没完成任务 那你的这个计划也不能实现 所以我们延迟满足是干嘛呢 实际上还让他等待的过程当中 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 这我们又建立了另外一种行为方式 对吧 这也是一种性格的行为方式 此外呢 我们现在当着面管住了 你这个告诉他要获得东西 要有计划 然后要跟我表现的好一点啊 要乖一点 那么你不在呢 我们经常会发现爸妈上班去了 他跟着奶奶 他欺负奶奶 他要什么都跟奶奶要 对吧 或者呢 这个自己的情况下 啊 就又开始管不住自己了 那么怎么样 他自我成熟 这个还有一个办法 等孩子稍微大一点了 五岁上下 五岁上下呢 他很多事都能表达了 而且也更多的懂事了 你可以跟他做游戏的方式 来完成一种性格方面的培养 什么呢 周一到周五 他到幼儿园去了 周六周日肯定在家吧 周六周日的下午 睡醒觉以后 我们一般都会给孩子点吃的 比如苹果啦 这个鱼片啦 肉松啦 那么你在这个下午 你有意的备出两份来 而且挑好吃的 比如说比较少见的鱼片啊 肉松啊 弄出两袋了 两袋干嘛呢 你到他跟前 他睡醒了 他就给他 你说哎 我给你点好吃的好不好 他肯定很高兴 然后你问他 你说你看我给你几份啊 两份 他这他应该知道 你说为什么两份你知道吗 他肯定摇摇脑袋 你说我想跟你做一个游戏 也就是说呢 这个吃的呢 有一份是今天下午的 星期六的 有一份是明天下午的 星期日的 我现在把这两份呢 合起来都给你 由你决定今天和明天怎么吃 如果你一天吃一份 明天吃明天那份的话 我还给你增加一份好不好 他肯定说好 但如果你今天都吃掉了 明天那份就不给了啊 好不好 嗯 他肯定想快给我吧 低着脑袋 嗯 好 都好 于是你给他 咱拉钩说话算数啊 说话算数 然后呢 你给完他扭头走开 你看孩子第一次怎么吃 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实验的 一般小小孩的话呢 他会吃完第一袋 拿着第二袋 看看呢 可能有的女孩 可能还能好一点 乖一点 男孩肯定揭开了 揭开以后 掏一点吃 再掏一点吃 最后一块就干掉了 对吧 那么吃完以后 两袋都没了 你也不用管他 你就是看到他吃第二袋 你也不要说话 就装没看见 因为这事 你由他自己订 干嘛呢 等星期日下午 你拿着那袋来找他 你说哎 你睡醒了 你那袋还在吗 他肯定告诉你不在了 然后摇摇脑袋 他不会说话 看着你 你说你看 我都给你准备了 我说话算数 我今天给你准备 准备什么呢 是你今天吃 今天这份 我给你增加一份 我给你准备了 目前来看 好像你已经都吃完了 是吧 那就是不是我不给你的 是你自己决定这么吃 所以这袋不能给你 咱们昨天说的 如果一块吃了 第二天就不给了 扭头你就走开 你看他什么表情 他一定是不高兴 对吧 但是呢 你说过说不的训练 他不会跟你打滚的 也不会哭闹的 他最多一下午不理你 但是他会知道 这个事了 你再过两星期 你再跟他 做这么一次游戏 你看聪明的孩子 他第二袋打开关上 打开关上 他最多吃一狗 到时候还留下 杠还在呢 还在呢 对吧 所以这个让孩子知道 这个让孩子知道什么呢 面对诱惑的时候 如何克制自我 这也是一种性格训练 然后第五个呢 防止他的自私 其实人是自私的 这个确实是天性 因为孩子从小的时候 所有人把吃了都给他 往嘴里送 然后他吃的时候 又自己管自己 他不需要管别人 所以他很难去替别人考虑 但是呢 替人考虑和他的行为 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们发现 性格和思维最相关的地方 就是思考的时候 能不能想到别人 前面讲的善良宽容 都是替别人做的事情 自私残忍 都是害别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的 一个性格方面的不自私 这个也非常重要 那么这怎么做呢 可以当孩子上桌吃饭的时候 孩子呢 一般早年 他都自己单独吃 因为他得祸害 他不太会吃 所以有的时候 他的食物 连手带碗勺 他都上的 那么当他真的能够使用勺 尤其使用筷子的时候 他会申请上桌 跟你们一起吃饭 那么从他上桌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 给他形成一个集体印象了 也就是家是一个整体 他不是单个的 那么这个印象 我们知道家的核心是什么 家的核心不是沙发电视 家的核心就是饭桌 每当这饭端上来的时候 一家人是最完整的时候 尤其到我们过节过年的时候 对吧 所以饭桌呢 实际上是家的一个 我认为它是家的象征 那么我们当孩子进入到这个饭桌上的时候 实际上他就开始成为一个家庭成员 真正进来了 进来以后就让他形成一个意识了 这个时候你不能独自为战 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说大人不吃饭 你就不能先吃任何东西 一般孩子幼儿园回来了 或外边跑着玩回来了 说妈妈我饿了 奶奶我饿了 那么一般我们有时候会找点点心给他先吃 但是到这个时候 只要他开始上桌 你就不要再给他任何点心了 你说你饿了 饿了难受吗 嗯 怎么难受 我饿 你就摸摸我 你摸摸妈妈的肚子 妈妈肚子也空了 你爸肯定也饿了 你刚才几点吃的饭 十一点 我也十一点吃的午饭 咱们一块吃的 对吧 你看你饿我也饿了 可是爸爸也饿了 他还没回家呢 他还上班挣钱呢 我现在还得做饭 你怎么能先吃呢 你要想快点吃饭 必须咱们都到一起 你这样给爸爸打个电话 叫他快点回来 然后你帮我干点活 咱们赶快把饭做出来 爱当中端上来以后 说哎呀 这回我们一起来吃饭 一起来分享这个食物 那么让孩子明白 你饿的时候别人也饿 你难受的时候别人也难受 所以让他知道 做什么事情要考虑到别人 甚至有的时候爸爸回不来 我们要给他剥出一份干净的饭菜 把碗筷给他放好 什么目的呢 就是爸爸他挣钱很辛苦 他虽然回来晚了 但是我们应该想到他 给他留出一份了 所以这些行为看似家庭的很小的行为 却可以成为孩子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种思维方式 那么最后一点防止娇气 我们知道性格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他面对社会生活当中复杂的问题 尤其是难题的时候 他能否坚强的面对和勇敢的去面对 那么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人 他可能早期很顺利 结果后来上了大学 却因为毕业论文没过 因为找对象 人家跟他分手了 白白 因为老师批评了他一顿 然后夸击跑到最高层跳下去 每当这时候我们都会感到 他很多东西都有了 缺了什么呢 缺了性格当中的一个坚强 面对挫折的一种行为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怎么来练就他呢 这种方式呢 其实他是需要父母的另外一种有意而为了 就是带着他去做运动 让孩子跑步和游泳 这个时间段呢 也可以选在五六岁上 五六岁在他刚刚上学 还没有上学 或者幼儿园大班 那么我觉得这还稍微晚点都可以 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干嘛呢 做父母的尤其是父亲 每个周末呀 您辛苦一点早点起 带着孩子出去锻炼去 这个目的不是你自己锻炼 是要让他锻炼 让他体会体力之苦 我们知道性格的坚强 其中很重要一个就是能够忍受一些痛苦 那么第一个运动呢是跑 大家知道跑步有什么特点呢 你要如果没有练过的话 刚开始跑一会儿 你就会觉得上不来气了 几乎觉得那个嗓子干的不行 心脏都要跳出来 好像活不了了那感觉 但是我们知道 只要你过了这一关 你接着跑下去 你会觉得没事了 让孩子练就这个跑步呢 第一呢可以增加他的肺活量 第二让他经历一下这样的一个痛苦 跑完你可以告诉他 你刚才是不是很难受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今后你大了 在你人生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这种现象 你觉得好像都没气了 上不来气了 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胸口憋得要死 但是只要你坚持就没事 坚持过去以后 这痛苦就会降低 如果你不坚持 你永远会这样痛苦 所以这是要告诉孩子 有一个教育理念叫行之 就这个教育就是行在前 知在后 所以你必须让他带着他去做 第二个 最好的方式是带他去游泳 我们知道游泳对小孩来讲 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没有一个孩子自己愿意往下跳的 都是被推下去的 推下去以后都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哎呀我要死了 要沉下去了 然后在那扑腾 我们一般学过游泳回来的孩子 第一天一定要跟你说 我喝了好几口水 呛死我了 鼻子都疼了 他会说这样的话 那么你告诉他 你死了吗 没有 为什么呢 只要你坚持 只要你自己努力 就会有人来救你 如果你要不努力 你都不扑腾 直接往下沉 那就完了 当然孩子那么小 他可能不一定完全领会 但是你要让他知道 人生当中啊 面临这样的现象 经常会有 只要你坚强 别人才能帮你 如果你不坚强 谁也帮不了你 那么这样来做的话 我们六岁之前 你把这几件事都做完 你会发现什么呢 他今后去学校了 他回来也会告诉你 学校有什么事情 我需要什么 因为他会沟通了 然后他不会跟你置气 他也不会跟老师置气 不会跟同学置气 此外呢 他知道我要需要什么 要需要努力 那么他还会克制自我 考虑他人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样呢 我们后面的教育 就会非常顺利 所以我在这堂课呢 通过这个未成年犯罪心理问题 我来讲 刚才那几个孩子缺的是什么呢 他父母对他教育的时间晚了 而且呢 早年呢 只是顺其自然的 让他去发展 结果仰旧了他的自私 娇宠 任性 其中任性 他在初中这个阶段 最容易显现 人在青春期的时候 他已经相对独立了 很多成为习惯的东西 你要想再矫正他的话 那就非常难了 就像我们生病一样 得病容易 去病难 得病如山倒 去病如抽丝 那么人的心理 尤其是性格发展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在他性格 最初的建立的时候 你有意而为的 去做一些事情 那非常简单 但是当他性格 已经形成了问题 你想再去改变的时候 你打他 你骂他 你劝他 你说他 他为什么不听呢 因为他的性格 已经成了问题